看你两个上线当中,你的产品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这个当中,这个分析非常重要 这个产品分析,它可以从这张图表当中可以看出你的竞争对手 它的位置在哪里,产品特性,产品特色 因为消费者最敏感的两个问题 第一,产品的品质,第二,产品的价格 消费者永远追寻的是物美价格 从他的本身的角度来说,永远希望得到的是价格低的 但是品质高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个系统当中 当我们进入市场戏分,当我们知道我们目标消费群 接下来我们就看出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下 如果,你像说这张表我没打 但是我们公司每年都要分析 每年都要,我们专门有一个人 是专门进行分析竞争对手 他的工作任务就是每个月给我提交一份报告 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的价格,他们的服务品质 他们的服务气息,他们的通路,他们的策略 他们的营销企划,他们的产值 他们今天获得大客户,全都对手 所以对你的营销对手,对你的竞争对手 每一个企业不可能是故意的 今天的竞争是全球化竞争 所以你有没有花时间,哪怕花一只眼睛 你一定要用一只眼睛盯在市场 你用一只眼睛盯在消费者 有一只眼睛你一定要盯着 你这些对手要变成 你就一定要用一只眼睛盯着你的竞争对手 因为这一块蛋糕竞争对手,要么把它切掉 要么它会被你切掉 消费者就是这么大一块市场 不论是这个市场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为什么市场会越做越难 为什么你的力量越来越低 为什么你难以卖去你的产品 不是难以卖去,不是消费者没有买 买的,他因为买了你的竞争对手的东西 除非你的产品和服务根本就不适合于市场 那当然你买得出去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会出现 所以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产品 都有特定的市场,特定的消费者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很关注 假如你说我只有两双眼睛不可能成为大二十 那好,那你有双眼睛,你一定要盯着竞争对手 有一双眼睛,你一定盯着你目标消费者 目标克服 因为目标克服的需求,竞争对手在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所以你要不要去做 如果你人家竞争对手,你就不知道,那你怎么办 竞争对手天天在那里磨刀,磨刀,磨刀 在那里练兵,而且他非常清楚知道 你出来,你的产品是什么 价格是什么,服务是什么 我怎么来打你 因为我们的目标消费者都是一致的 是吗 所以在这个当中,从这个图表当中 你这个图表很简单 但是这个简单的图表非常直观地反映出 你所处的位置,你的产品位置 以及你的消费竞争对手的位置 然后你的空间 你就可以看出你的成长空间 你下一个你会走到哪里 你未来新产品会不会开发 所以当我们前面有了行业细分,市场细分 当我们有了消费者细分 当我们有了产品细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对竞争对手细分 所以竞争对手,马上我们就要知道 竞争对手,一定要注意你的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的目标客户 好,这个客户几乎都很接近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从全国来看 风池全民因为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司 从全国来看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白马宝套 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它是在我们风池在汤姆 在香港借助汤姆集团的上市公司完了以后 一年以后白马在香港上市 自己成功上市 接下来又有一家叫做通城 原来在中国叫通城 后来在香港改名叫媒体实际 也在香港,也是联统上市 也是加香港公司 然后在香港也上市 那么我们从全国的媒体 覆盖媒体角度来看 全市我已经跟着手 就是第一是白马 第二是通城 就是这两家公司 所以我随时随地都掌握 白马公司现在它是产品价 它的策略 但是他们之间和我们之间 刚好呢,我们有取得 我们目前竞争力 还没有达到一种 还没有交融到非常 非常容易 双方已经到了相分 切割市场 非常残酷的这种相互竞争 就是我挖了一块 你挖了一块 这种还没到这种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定位上 之前 我们在做全国计划的时候 我就做了市场计划 我当时在做全国收购计划 因为我们这个过程是这样做的 我们先是 我们先从几万年发展 通知广告 发展到两千年的时候 通知广告成为全国西部大地区 最大的广告公司 这个时候呢 李嘉诚先生呢 他投资了一个传媒公司 叫做tom.com 这家公司是一个 媒体网络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在两千年的时候成立 两千年成立 他创下全香港空钱抢购 万人抢购股票的空钱记录 也就是人家香港股民 深更半夜三点钟就去排队 白天打开 天津亮 是街道上 占满了成千三万的人 在那里干什么 买这只股票 因为这只股票为什么 因为卖点是哪里 李嘉诚 世界华人几乎 人家相信他 他一定是赚最多钱 因为那一年 刚好李嘉诚是赚最多钱的那一年 就是我今天说的 他赖掉了欧人几点凶 所以创下了华人最顶尖的 一次最骄傲的 赚了外国人最多的 最多钱的一家 一个中国企业家 华人的这种企业家 所以这一家公司 他们在他们成立以后 但是这家公司呢 它定位在媒体 它就是定位在一个 全中国型的媒体公司 然后他就要找到 赚钱的公司 经营好的公司 而且发展潜力大的公司 他们就找到了 在两千年的时候就找到了 当时我们也在自己在上市 后来我们发现 未来我们的路要是国际化 要全球接规 而且经过的竞争 是全球一体化的竞争 不是在你自己家门口竞争 也不是在那条街道上去竞争 所以你无论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家门口竞争 那只是养家福口 你开个夫妻店 在这家门口 如果你要有雄心暴风 你要发展 那你一定要想到 这条云销的策略和方法 要用云销的工具 要世界见证过的这种工具来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 它收购完我们以后呢 收购完以后呢 接下来 它就问我 我收购你的主要第一 不是看着我们这个公司 经营的 好和坏 这个是我们看着第一点 但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更重要的是 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市场协设 就是中国刚才说的这一套 马上我看中国现在目前最大的富安媒体公司是 我就告诉他 我们要找富安媒体制度 我们要抢占全中国的媒体制度 当时我一把这个图一分出来 白马广告是最大的媒体公司 他走了一条什么路 走一条后车厅广告 包括现在昆明市 有三分之二多的 都是白马广告 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通知 好 白马主要的特色就是后车厅广告 就是我说的第二家公司的公司 这家公司呢 是什么呢 是汽车 包括在昆明 昆明的双程汽车 有几样双程汽车 在公公路上 那汽车就是他们公司买的 买了以后赞送 然后广告归加首要 八十年 结果一看 哇 焦通已经有了 交通媒体产品已经有了 汽车已经有了 我这个时候就发现不行 我不能走 所以在4月份 2001年的4月18号 我向李嘉宗主席 向整个本事会提交了一份 就是汤木户外传媒集团 发展战略报告 在这个报告当中 我就提出来了 如果我们这个集团 要发展中国的媒体事业 如果是从户外媒体发展 那我们唯一要走的大路 就是定位在户外大型看板和单位住 这个定位就是区隔 我把我们竞争对手 驱在外面 我不和大家一起竞争 我们要走一条另外一条路 我们不走汽车 我们也不走路车 因为这两条路 你走过去 他们那人也太强了 他们一定是全国建立的网络 但是唯一就现在 刚才我们看过一张图 中国最大的户外媒体市场 最大的57是哪一块 是户外单位住 对不对 我就把这张图打出来 我说主席你看 中国最大的户外媒体市场 是57在户外的单位住 但是单位住这个时候 没有一家领袖公司 没有一家第一名出现 这就是空机 这就是商机 这就是我们下一步 要增多的这块市场 他们说怎么办呢 他们一看 每个人一看 这个市场 就像我刚才说的 市场细分 行业细分 市场细分 产品细分 竞争对手细分 他们一看 马上就看出来了 因为白马广告 是依据于美国最大的 世界上 也就是最大的 户外媒体公司 可能要恰 可能要恰 是在三年前 投资白马广告 大概是三个亿 投资白马 然后在全中国建立一套网络 这个网络就要后车停网络 名字简称叫风神网 这套网络 所以在三年前 人家把市场已经做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走这条路 我们不可能 如果我们再走新车 我们也不行 所以我们必须 只走单级柱 而且要大型看板 我们怎么做 全国收购 马上进行收购 经过资本政策 通过资本 然后来进行收购 收购了 所有的收购 全会有大型单级柱 大型看板 一看 果真当地 最大的户外媒体公司 全部都是户外媒体 他们都不是后车停 因为后车停是白马 所以包括到今天为止 我们和白马 虽然是在一个 行业竞争上 但是我们之间 没有矛盾 我们之间还没有残杀 还没开始残杀 因为它是产品 所以它现在卖的很贵 所以我们不竞争它的产品 我和它之间 没有 喝水不翻行水 因为为什么 我们的产品 是我们独特的卖点 所以特劳车说过一句话 要么让你的产品 有独特的差异化 要么 把你的产品降价 如果你没有独特的差异 又不跟又降价 那你就死掉 所以没有第三条路 你的产品 不论你是提供任何产品 还是服务 你永远就是想到两件事 第一 要么有独特的差异性 要么独特的差异性 就能赢得最大的空间 美国顶尖级的 也就是世界顶尖级的战略专家 麦克波成他说 战略 企业的经营战略只有三个 一个就是差异化 差异化 一个就是低成本 也是价格低 价格要低 低成本 因为你管理得好 因为你成本 已经被你控制住成资源 低成本 另外一个就是集中化 集中化就是在某一个区域 某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小市场 做的不可及格 做的太完美了 做的太强了 它的产品 它的服务 它的通路 它的价格 它的重度社会群 它的品牌 是不是太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 所以十字交给了 还是两个 你要么把你的产品 把你的服务塑造成 有区和性能 有差异性能 那说为什么 马上就看到你 哇 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日落 通过两年的时间 做成全国第一位 全中国第一位 全中国第一位 说起我们这个公司 马上就知道 这个公司是做什么 单位住 大型看板 然后白马呢 候车停 然后通行呢 起车 你看 我马上我就没有必要去竞争了 如果我再走单位住 我再走白马那条路 我和他走的这样 我把他资金再强大 把他扑 那我们俩要拼啊 拼什么 拼差异化 拼不出来 拼不出差异化 我们俩就要一死五活 最后怎么样 降价 所以我们为什么电视机会降价 因为没有差异化 为什么我们洗衣机会降价 因为没有差异化 大家都一样 产品同时化 同质化 没有差异 差异没有 所以竞争最高的焦点 最高的领域 差异性竞争 少天一来就给你拉开差异 我跟你根本就不找个招务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我在这个领域 就可以有广阔的利用空间 对不对 我一切入点 我就切入点 点就切入点 不一样 所以你要走的 当然有时候不可能 有时候也分析不出这个差异化 然后你怎么办呢 你永远都要达到差异性的产品 同时 那你就想到竞争对手 反过来你也想到竞争对手在哪 差异化 我们做装饰 如果装饰的市场很多 有家装 有企业装 因为这个是含命的 对不对 我这是可能单位论服 但是重庆的原理 从云霄的原理是相同的 请注意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差异化 加装 加装 什么样的加装 加装有高档次的加装 200平方以上 对不对 我可以有区隔 我只做200平方以上的加装 我打破的就是高品质高价格 或者是高品质合适的项目 对不对 我应用的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精美的食物 或者石头啊 装饰啊 材料啊 保健型的绿化型的什么原料啊 对身体没有防腐啊 我就专门研究这块市场 我一打出来的品牌就是 我只对 那拥有200平方以上的 就是说 我的虚格点就是针对那个目标市场 那么加装还有呢 200平方到100平方 大部分是这样的 那就是普通消费区 对不对 那么普通消费区 也有普通消费区的市场装 对不对 还有 如果是企业 如果是做装饰做企业 我定位是做企业 我就不要做沾染 不要去沾染加装 我就直接就针对企业 而且企业还有货色 企业还不是所有企业我都做 我是做银行 我只做餐厅 联锁餐厅 我只做某一个行业 或者几个拿手的行业 那不太料啊 我把这个黑座的越经越想 是重度发展 重生发展 这个也不太料啊 你们也说起来 银行比较阶级的装家 装修大师 顶尖这个装修能够就算了 所以你看 这个经济企业会越分越习 越分越习 越习 就是差异化 然后专业化 越分越习 越区合 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调研的第四个关键环渠时代 竞争对手的调研分析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竞争对手的目标特货 你一定要知道 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的特性和效果 它的特性和效果 你一定要知道 竞争对手的价格和质量 就是那个服务放上去看看 把价格标出来 看看它在哪里 一定要知道 你竞争对手的云销组合策略 第五 你要知道竞争对手的定位策略 什么意思呢 定位是什么 就是 我们竞争对手的差异点在哪里 他和别人的差异 他可能数据的话 自己 他的区格 就是竞争对手没有区格 如果你发现竞争对手 什么都做 什么都想做 但是他的 他的规模 他的能力 他的服务能力 他的状态 他是不是拿到全部覆盖 我们等会儿会看到一个产品进入 是不是全面覆盖 他能不能达到全部全面覆盖 如果他达到全面覆盖 很好 他是属于巨无霸心的 那我要切分他的市场 我就单一化产品 我就只做单一的 我在某一个领域 塑造了 塑造了 我的目的消费群 所以你刚才说 加装 我只做200平方 那我首先 永远我找到哪个商场 找到哪个小区 我首先看200平方的房子在哪里 我的东西全部材料准备 都包括设计 包括施工 包括管理 全部都是围绕的 两百平方以上的身份能设计 第二 量身定制 没有任何人可以不进制 因为我的东西 我的产品 我的环保 我的绿化 我的很多原料 很多档次 你根本没办法让我收集得到 而且我收集得到 全部这些资料 我对这个行列的里面 全部精通 真的取得 我把你取得到 这就是在某一个临专业领域做的不可期待 是不是 如果我说做了 我就是做200平方以下 那好了 你专门看这些 装修行 是不是 凡是那些小区说 没有做200平方 我去都不去 那不是我收集 这样我们说到的装修 如果是针对银行 那我只对银行 所有银行 我都要拜托 所有的行长 全部都要拜托 而且他一旦开店 我要告诉他 我是最专业的 我是最强的 我是这么强 我要告诉他 我产品的计划给他来 我的产品的理由 你购买我的产品 你让我服务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最后呢 你还要知道竞争对手的服务体系 它是有什么样的服务体系 因为服务就是最重大的竞争 因为很多现在事件 530业 他们的产品是同时的 他们的功能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服务 他们的方便性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上周 我收到戴尔电脑 他给我寄的一份 寄的一份游记广告 你打开这个这个文章 是一个很小的手册 很老吻 然后他就说 他说 你只要在我这个里面 看到的所有资料 只要你动用一下主标 你请你的手指头按一下 然后 其余任何事情 全部交由我来做 你不需要再负责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看到我带了电脑 给你提供的服务恭喜 好记得 除了这个以外 或者是请你拿起一部电话 拨打800 他为什么要强调800 因为是个免费电话 所以一般注重云销的企业 他都建立了800电话 因为他不要让消费者 让他省下费用 所以800 这个是个专门号码 照邮件去申请就完了 所以请你拨打800电话 那么 所有的问题 全部可以解决 经过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交由我来做 接着你来看他的产品 太完整了 所有的东西全部是组合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给你做好的 包括显示屏啊 包括内存啊 包括这个 包括心啊 包括什么外壳啊 包括配置啊 等等 全部都是给你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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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样东西都是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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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在那上面打个勾 就算点菜 就像火锅店里点菜 这个东西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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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OK 电话帮你 要么 处标上打开电脑 进入网络 进入他的网络 点一下处标 OK 把这张表输进去 结果 后面的工作他就开始了 所有的工作交给我们 这叫什么 完美的服务 全方位的从前到后到中 全方位的体验 而且我们身处在哪里 我们身处在昆明里 我们现在今天的竞争 绝对不要想到只是家里口的竞争 所以你一定要建立高标准 连高球 今天的竞争已经是全球一体化 而且是无止尽的竞争 我给大家分享 在四个月以前 我们投标正义路的灯光夜景工程 正义路 昆明市政府 当时要说 改造市政府 正义路灯光夜景工程 然后就招标 这个金额只是15万 美金 然后人民币 一百万 但是去了以后 到了市政府 维护市的那里 一坐下来 八家公司 我一看坐在我旁边的那家公司 一交换全天 我一看就把我家住 因为来的人 人家是什么 通用电器公司 灯泡造文基事业路 通用电器公司 是艾迪森事务所的前身 艾迪森事务所是他的前身 艾迪森事务 艾迪森创办的事业所 然后最后 后来慢慢发展成通用电器公司 所以人家老祖宗 抛平登峰的人 而且是 来竞争你的一百万业务的利润 一百万还不是利润 而是一百万的业务 人家两位的西方各领 坐在哪里 而且是北京人 北京人来的 专门位置项目来的 再一看日本 任何人见利害 哪里大同学 卷死 我去问那位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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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方案都做出来 只要照着做 如果你市长说看了满意 千个字拿好 全部都照着做 你看这些服务 全部抄写 我还是拿着一个 拿着一个投标书 拿着做的满意 投标书算了 对不对 我还说我价格低 我还以为 我还可以有机会 你看看人家那些 人家通用电器一样出来 我们是世界上最专业 最有高兴科技 在全球世界上 发明最多的照明公司 首先灯泡是我们发明的 在今次 什么又是我们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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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品质的保证 绝对信赖 没有起选择 没有任何 你可以任何 这种耐点 就是给消费者的这种足够的领域 是不是 后来大家选来选去 眼睛都选花了 后来我一看 我们也跟着反正去学习 如果你能够在你竞争对手身上 就是说 你能够和世界最好的竞争对手在一起工作 那也是一种福气 因为你就能够学到跟高手过招 你跟高手过招 因为我们这五轮剑 我们最知道 千万要给高手过招 所有是跟高手过招 所以原来我在练的跆拳道 多少人 每个月下来 几乎有两起人来找我挑战 还是全国各地 要找我挑战 没有什么 我就知道那个高手 练我的那句话 就是要打 我没什么 打完我就走 想你也不用管 我也不要你负责 就是打 打吧 有问题 你不打不行 我翻前来的 就是够招 就是要够招 这种 还有 还有人拉着你单车 我不打 拉着单车 直接对他发布 他不能错过这个技术 所以我想说 那我这个时事说开了 那我想表达的是 你能够给高手过招 确实当你发现 高手的方法确实不一样 你的成长速度也会不一样 你的当然竞争压力也是很强大的 好 所以呢 竞争对手不激 一定要做 而且这个做法 不是现在做 马上做 立即做 立即把你竞争对手去割出来 去割出来以后 马上开始表演他的方法 表演他的产品 表演他的服务 表演他的警戏 表演他的定位 然后和他去割看 永远和他去割看 所以白马 白马这个广告 白马是叫做 我给你传播 有渗透力的广告 他是说 白马给客户说 我给你做的 是有渗透力的广告 而风驰的口号是 有效提升客户销售 我根本不想渗透力 反正客户要的是结果 我给你销售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呢 他卖的是后车厅 他卖的是交通广告 我卖的是大牌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找的路 如果稍微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经过这个市场戏份 我可能就会走在他在一起 一旦走在一起 那我们俩绝对是仇伟 你们绝不随火相互 就包括这个市场上太多了 白色咳的和磕不磕 绝对随火不相互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部分消费性 绝对是一样的 但是白色咳的怎么来区咳 咳跟咳的也是照这个道理 它和我是一样的 口感都是一样的 几乎都差不多 但是肯定有区咳 区咳就到了 那就到了 比如说白色咳的 它的定位是什么 新一代的选择 它的口味比甜 比咳的甜 哦 因为它知道年轻人喜欢喝甜的东西 那它是正产的 哪里色为主 对不对 咳和咳咳呢 那就不是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虽然是咳咳 我们消费区咳的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区咳 我们一定要区咳 首先第一步 所以真正的明修顶级的专家 首先是做区咳 马上区别开来 后来是竞争对手 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然后我再来拍照 我的调教育群 做得慢慢的吃 慢慢的服务 慢慢的干 然后这个时候提供完美的服务 然后再获得活力的利益 好 那么当我们进行了 刚才说到了 一定有市场细分 有的市场细分 我们才可能细分 我们的目标消费群 有的目标消费群 我们才可能细分我们的产品 有的目标消费群 有的目标消费群 我们才可能细分我们的产品 对手 所以当我们没有这个步骤的话 区别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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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不出来就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就是盲目 混在一起就是黑夜里面摸索 根本不知道 结果撞到了 就撞到了 撞不到就撞不到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利润在哪里 交费者在哪里 格物在哪里 市场在哪里 好 第二步呢 那当我们有的是钱 那个过程的时候 马上我们就接受到机会 就来了 不过家人 那是一个人 区别不出来 那是一个人 的严格 程师 是一个人 有的 鑫腻 和 印象 社会 一支 到 一个人 他的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